今年3月 当我第一次看到珍丽时发布新款飞行员腕表时 我的表情是这样的 但当我冷静下来之后 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它会变成这样 你要知道对于珍丽时而言 飞行员意味着什么 这个成立于1865年的腕表品牌 早在1904年就注册了Pilot商标 所以在过去的100多年里 只有他们家的腕表盘面上可以印Pilot字样 早在1909年 珍丽时就开始销售带有Pilot字样的腕表了 而比它更早把腕表送上天的卡地亚 在1911年才开始销售他们家经典的山渡市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 你可以在飞行员的手腕上 在战斗机的机舱里都看得到珍丽时的字样 这也是他们家重要的一块业务 然后就是时营危机了 那时候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珍丽时也不再造飞行员腕表 而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珍丽时飞行员腕表 则是在十年前开始回归大众视线 在2012年的巴塞尔钟表展上 他们发布了一个非常重磅的产品 Type 20的圆形表款 限量250枚 表径57毫米 后来所有Type 20的造型都源自这枚腕表 虽然没法在手上 但已经发布两个月就卖完了 2013年 40毫米表径正二八经的小三针飞行员腕表 Type 20诞生了 到了2014年 大三针钢款也出现了 到了2017年青铜大飞和大家熟悉的计时款也都陆续出现了 虽然民间都叫大飞 但如果你问我万国的大飞和珍丽时的大飞有啥区别 我觉得还是有几个的 第一珍丽时Type 20的价格更加亲民 第二盘面上印着Pallet 这玩意万国做不了 第三珍丽时家的洋葱头更有复古的感觉 第四媒媒Type 20大飞的万表侧面都有一个小名牌 上面是瑞士航空的飞行器编码 媒媒万表是一个独立的编码 这玩意万国可给不了你 所以如果你也是老表迷 对珍丽时的飞行员万表有之前这些固有认知的话 那么当你看到这两枚万表的时候 也一样会惊掉下巴 真的全变了 如果说和之前的珍丽时Type 20唯一的联系的话 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盘面上这个瓦轮板的设计 这是21年10月珍丽时推出那88枚中国限量版飞行员万表上用的盘面造型 当时是金色的 现在换成了黑色 另外一个一样的东西就是盘面上的pilot 除此之外 你帮我找还有什么跟以前的Type 20是一样的呢 我个人觉得珍丽时今年的飞行员系列万表的设计灵感 应该来自于2011年的onlywatch拍卖会上那枚 左撇子版本的飞行员万表 你会发现它的壳形 表圈 还有即时按键的造型 都跟2011年那枚onlywatch非常相似 只是时代变了 现在换上了流行的全陶瓷表壳 黑色的表壳加黑色的陶瓷表圈 这枚万表的轮廓感相比之前的Type 20显著降低 它完全是按照一枚现代万表的设计思路来做的 跟之前军事复古风格浓郁的Type 20彻底划清了界限 盘面布局采用了类似于机器人脸的一个造型 两个小表圈尺寸做大就像两个大眼睛 而在6点钟鼻子的位置放置了一个大日历窗口 而且还是单个数字顺跳的大日历 多了点得味 飞行员万表常见的大尺寸阿拉伯数字石标得以保留 但6点钟位置 因为有大日历还加一个pallet 实在没地儿了 干脆用一道横线体谅 在黑色的漆面表盘上用上了早期飞行员铝合金瓦楞纹的设计 这玩意儿除了飞机上 REMOVA的行李箱上也有 两个小表盘做了内凹设计 两个小指针的造型还不太一样 比较偏细的那根是万表的走时秒针 而旁边那根稍微粗一点的 是30分钟累计即时指针 即时秒针尺寸硕大 也用白漆刷了一把 特别强调一下 这几枚指针上面的涂漆质感 真的没有这个万表的价位那么高级 因为主打黑白色调 所以42.5毫米的表径看起来似乎并不显大 而来到侧面 目测厚度14毫米不到一点 在即时万表加大日历功能的情况下 这样的厚度控制的还非常不错 当然作为一枚拥有Air Primera机芯的真理石 最好看的还是它的背头 带背头的设计也弥补了之前Type 20飞行即时万表最大的遗憾 因为当时那枚45毫米的即时万表 是大表壳配小机芯 加背头的话真的没法看 而现在全新的机芯尺寸和万表相得一张 整个背头的呈现也有了更多的立体视觉效果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 真理石给它搭配了全新设计的镂空自动图 能让你尽可能地看到Air Primera机芯内在的美丽 飞速旋转的高频机芯百轮伴随着自动图一起转动的齿轮组 还有用了蓝钢工艺的一些螺丝和导住轮 这枚万表的机芯还是具备观赏性的 特别说明一下它还带有非凡即时功能 但真理石这次比较低调 并没有把flyback写在盘面上 但我个人觉得没写的主要原因是 盘面实在太满 真的找不到地儿了 操作手感方面 拔出表冠 不管是调日历还是调时间都非常紧致 日历一格一格顺跳的感觉也很到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即时按键手感很好 启动按键按下去很轻松 而返回非凡按键按下去的时候 这个手感和回弹的声音真的太棒了 而且这次真理石还给它配上了 全新设计的表带和表扣 表带整体的做工细节比之前好了不少 还增加了快拆功能 而且它的表扣还是真扣配按扣 第一次用的时候还得用心琢磨一下 不过相比之下 这枚40毫米的三针款就没有那么多可奖之处了 40毫米表镜男女皆宜 表壳造型跟即时款也是一样的风格 盘面处理方式也一样 黑色飞机瓦轮板造型 6点钟的位置没有阿拉伯数字 因为它给下面配了个小日理床 不过有趣的是 这次三针表款搭载的也是真理石的 AirPremio机芯编号3620 这枚机芯从观赏度的角度而言 换上了跟即时款相同的全新设计黑色自动图 外加整个的背头造型看起来还有点意思 再加上万表厚度控制得当 整表厚度10毫米出头 男女都可佩戴 当然有件事也要说在前面 现在这枚40毫米飞行员的三针表款 价格可比之前Type 20贵了不少 关价73200块钱 这时候再看看我手上这枚4年前的陶瓷表格Defi Classic 全球限量50枚 当时买入价格5万左右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一翻我们三年前的节目 我只能说通胀猛于虎啊 上手的感觉是这样的 我个人觉得即时款还是满吃万为的 毕竟它表尔上下端的间距53 4毫米 如果你的万为在17以下的话 这枚即时款戴起来可能有点吃力 而三针款真的是男女介意的存在 万为16左右戴着都没问题 从着装搭配而言 两枚万表都是黑色系加白色点缀 所以建议呢穿着素色的衣服 比如全黑全白这种衣服的时候 配着表特别合适 虽然两枚万表都没有配备旋入式表冠 但表底盖上都写了100米的防水能力 个人建议是这样的 别拿去游泳泡水里 下个雨淋一下 应该问题不大 最后想跟大家说的是 看完这两枚万表什么感觉 欢迎弹幕评论区交流一下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 精致了 有料了 但当年真丽时经典的Type 20的那个味啊 彻底没有了 当然关于这件事 我今年也跟他们的CEO 朱连先生讨论过 他说兄弟你别急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咱真丽时经典的飞行员军事风格题材的万表 将来还会有的 只是你耐心等待一下 而这个新发布的Pilot系列万表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个人觉得 用一枚更精致更好看的万表 去覆盖到那些对真丽时的历史过往 并没有太多了解的新客户 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